像侯孝贤导演他下面拍的聂影娘 也是武侠片 他也是要进军大陆 拿大陆一些资金 否则他也要拍了好几亿台币 光靠台湾是回不来的 那我觉得如果没有大陆这块市场 台湾电影不是说就没有了 其实李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卧虎长龙还有社界 都拿了大陆大量的资金 才能拍到请到周润发 你光看台湾的话 你可能请不到杨子雄 这些国际影星 他们的价钱非常贵 那我觉得这是一条路子 但是我们不是说 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进军大陆 或者每一个人 大家全部都去大陆 不是的 其实看你适不适合 如果这个戏是适合大陆的 我们就去大陆拍 然后需要大资金的 我们也需要大陆市场的话 我们就要去往那边去走 那其实是一条 在我们这一代的导演来说 是一条新的路子 有更多的资金能够支持我们 其实台湾缺的就是 大成本的电影 其实小众的小的电影 其实台湾很好了 去年其实是非常丰收的一年 《海角七号》 《九南海》 还有《停车》 还有不计其数 像现在听说 《九降风》 《九降风》 都非常的在亚洲都是 我觉得都非常的 有水准 水准 对 所以小型的电影 但是它是属于小众的 它并不是所谓大型的电影 台湾缺的就是大型的旗舰电影 对对对 那如果大的也有 小的也有 中的也有 台湾电影就比较完整